我们上次讲到一个很有趣的观念 就是所有的事情实际上是被创造了两次 一次是在你的脑子里头创造的 那另外一次是让实际的事情发生 这个是非常有趣 所以这个实际上是跟这个 以终为始 同样的道理就是知道了终点再出发 那知道终点就是我们先用我们的脑子想到了 计划好了 然后我们再照着这个想到计划的这个愿景 往前执行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习惯 因为这个习惯 我个人觉得是 我们等一下也会提到 在人世间 接触到 那我们先讲一下这个 第一件事情就是 Mental creation of yourself You like your kids to remember 20 years from now 就是说你现在要给自己 在这个心理上创造一个你自己 那这个自己呢是 20年以后你的孩子还会记得印象深刻 而且非常感激的一个父母亲的样式 再讲一遍就是 我们现在就要想20年以后 我的孩子会记得我什么 我希望他记得我什么 他应当记得我什么 那我这个父母亲的样式 我现在就把它想好 然后我这下面的20年 我就不停地努力达到我这个样式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以终为始 也就是两个creation 第一个creation是 Mental的creation 那下面20年的道路就是一个 Execution 是一个执行 怎么让我们 这个美好的形象 能够存留在孩子心里呢 现在就开始一步一步地让它发生 这个叫 Mental creation of yourself You like your kids to remember 20 years from now OK 那我们来看看是什么 第一个 Fun 就是说 这个父母亲很有趣味 不是Boring 另外一个相对的就是Boring 很这个 没有趣味 OK 很单调 OK 很无聊 所以一个是Fun 一个是Boring 一个是Patient 非常有耐心 不是忍耐 耐心 那另外一个是没有耐心 一个是Caring跟Love 关心很有爱 另外一个就是很Strength 很严厉 没有爱的表现 那这个正面的是Relax 就很轻松 一点也不紧张 不是一天当然都觉得说 天要塌下来的感觉 另外一个就是很紧张 每天都像一个 橡皮筋奔得紧紧的 怕随时会断掉一样 另外一个是Smiling all the time 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知道 我们整天都在微笑 因为微笑是代表说 你每一天的生活是充满了平安喜乐 信心跟盼望 对不对 那另外一个是Warrior out of time 哎呀 整天都说这个怎么办 那个怎么办 这个糟糕了 那个糟糕了 将来会怎么办 这种是一个相对 对不对 然后一个是Enjoy their king 非常享受我们的孩子 可是相对的就是 哎呀 这个孩子真是太大的这个负担了 哎呀 有孩子真是欠了债 中国人常说上辈子欠了你的债 再下面是Kids are God's blessing 孩子是神的祝福 可是相对的是 孩子是一个咒诅 你看又不听话 给我增加这么多麻烦 我没有孩子的话 我可以整天的游山玩水 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哎呀 这真是一个咒诅 然后下面是Kind and Gentle 你很仁慈 很耐心 很这个 我们讲Gentle就是 很亲和的对待 很善良的去对待别人 那可是相对的就是很明 很harsh OK 那这边一个是peace 非常平安 而且充满了自我的控制 不会随时爆发 感觉说我这个人 是永远在被控制之间的 不会说out of control out of control是非常可怕 对不对 一个飞机out of control 一个车子out of control 一个天上的卫星out of control 一个人out of control 父母亲out of control 对孩子来讲是非常可怕的 那相对的就是Kindy 混乱 完全失控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integrity 这个父母亲非常有 这个 节操 非常的诚实 非常的consistent 做什么事 都是非常一贯的 不会有heprocrate的感觉 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 完全不可以预测的 完全是一个heprocrate 然后正面的是possive 我永远乐观 永远主动积极 另外一个是负面的 永远是被动的 我们希望是encourage 我们给孩子一个观念 是他永远在鼓励我 孩子会觉得 爸爸妈妈永远在鼓励我 可是另外一个就是 他永远在 使我感觉挫折 OK 使我感觉这个 自己不行 discourage 然后我们希望爸爸妈妈 是我一个好朋友 然后另外一个感觉就是 我爸爸妈妈好像 这个陆战队里头的 士官长一样 对我很严厉 这个都是两个 极端相对的 那这个mental creation 我们是希望 大家都做到这一点 就是左边的这个 很有趣 很耐心 很关怀 有love 很轻松 然后整天笑嘻嘻的 然后这个孩子是 神对我们的这个祝福 然后我们就是对他们很 这个仁慈很善良 然后我们充满了平安 而且能够自我控制 就是我们虽然 我们是有个组在里头的 我们不是自己 随便就可以随时爆炸 那我们是有 节操 是有道德感 做事是一贯的 因为我们里头 有神的这个智慧 有神的教导在里面 知道我们该做什么 知道我们不该做什么 而且我们都是很 正面很积极的 而且我们非常是充满了这个 鼓励的 不是让人家 总是给人家这个挫折感 让人家很沮丧灰心的 然后我们是孩子的好朋友 所以左边这个是 first creation 我们二十年以后 我们问我们的孩子就说 你觉得爸爸妈妈 二十年来 你脑子最喜欢的印象是什么 希望他讲的都是左边的这个 不是右边的那个 右边的那个他不会讲出来 可是他心里知道 这个都是很不好的 很不喜欢的 所以这是一个first creation 这是一个first creation 然后physical creation 然后就是第二个creation 就是我们要执行 要让上面这个creation 一个美满的家庭的 这个印象能够出来 达成我们怎么做 千万不要做到右边的 可是很多的家庭 到后来都变成右边的 这个成龙说 这么多美善的事情 我怎么做得到 我怎么做得到 我又不是圣人 我又不是圣人 我怎么可能做到这些 答案是你答对了 我们根本不可能 所以基督徒是再人不能 在神凡事都能 就是马可福音 十当而起这一家 所以很多基督徒 家庭失败的原因是 我们知道我们应当做什么 但我们自己不能控制 我们做不到 那我们常常就放弃了 然后不知道说 这个圣经的教导 真理到底在哪里 为什么能够做到一个圣人 这个圣经里头讲得很清楚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 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右边 这个基本上都是肉体的情欲 左边都是圣灵的感动 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 圣灵和情欲相争 这两个是彼此相敌 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 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 就不再律法一下 我觉得一个基督徒 对圣经的认识 对救恩的接受以后 我觉得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句章句 很多基督徒不了解 当顺着圣灵而行 我们有没有每一天 顺着圣灵而行 我们有没有每一天知道 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是我们的主人 他愿意带着我们往前走 然后我们是不是放纵肉体的情欲 很容易生气 很容易享受世界的欢乐 很容易就是吃喝享乐 因为受着肉体的情欲 就跟圣灵没有关系 所以情欲和圣灵是敌人 圣灵和情欲是敌人 所以圣灵充满的意思 我们很少人知道 圣灵充满的意思是什么 圣灵充满的意思就是 每一天每一时刻 都是靠着圣灵的带领 过生活 这个是圣灵充满的意思 所以说不要醉酒 要被圣灵充满 因为醉酒的人 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 都靠着酒精过日子 酒精控制他 但一个基督徒要做到 人不能做到的就是 每一天每一时刻 靠着圣灵的带领 所以这两个彼此相敌 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 就不再律法以下 所以很多像左边的 那个基本上都是属灵的律法 这个都是属灵的律法 圣经都教导光明的子女 应当做这个 这个都是撒旦叫我们做的 所以我们要照属灵的律法做的话 我们通常很辛苦 如果没有圣灵是根本做不到 但是有了圣灵就很容易做到 因为我们被圣灵引导 那我们上次有讲过 圣灵就是制造律法 圣灵就是神 就是规定律法的 如果我们受着圣灵的引导 我们就没有在律法控制之下 做的什么事情 都是合乎律法的 那这个是非常重要 所以一个家庭 如果是被圣灵带领 这个家庭就是这样的家庭 如果不受圣灵带领 受情欲带领 这个家庭就是这样的家庭 那孩子受苦很多 父母亲受苦很多 离婚以后孩子受苦更多 为什么 很简单 根本没有圣灵 根本没有律法 好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我很多时候都很喜欢看对比 这个真的是天跟地 光跟黑暗 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对比 那我们自己要做一个选择 我想其实父母亲 很少会真的是 故意的要做右边的 可能是 有的时候不知不觉 或是 也在挣扎当中 那所以我们 给贾明老师这样的一个提醒 给我们更 特意的 更主动的 积极的要离开 这个不知不觉在右边的 所谓的一个陷阱里面 那我们就更主动的怎么以忠为死 真的是能够从 左边的 而且也靠着圣灵 帮助我们 我特别还继续 你马 加拉太书五章 下去 二十五节 我们 跟我们的课上的学生 都很喜欢这一节说 我们若是靠 圣灵得胜 就靠 就当靠圣灵行事 所以这两段 后面 五章二十五节呢 继续 真的要鼓励我们 若我们已经 是重生得救的 认识神的 圣灵就是神给我们 何等的礼物 除了主耶稣 在十一家上 给我们的救恩以外 有圣灵 随时随地的 与我们同在 我常形容 圣灵就是向我们的 呼吸我们的空气 你肯定很自然的 就呼吸 就有圣灵 那如果我们能够 操练 整天的生活当中 如果顺着肉体 顺着撒旦的 营诱 顺着世界的价值观 这三个就是 让我们跌倒的源头 可是有圣灵呢 我们就要 抵挡这样的一些 营诱 靠着圣灵 就像呼吸一样的 我常有提到 五个P的祝福 神的同在 就是第一个P 就是怎么去 神的同在 是整个礼拜 每天24个小时 神没有休假 神也没有去度假 神也没有休息 神常常与我们同在 所以圣灵 随时与我们同在 所以我跟孩子 孩子小的时候 我有提到 我有的时候 预备发脾气呢 我就说孩子 为妈妈祷告 随时的请孩子 也看到妈妈的软弱 妈妈的不足 然后就 因为我真的是 从这左边的目标来 往这个方向去成长 然后让孩子也感受到 我们是这样的努力 也跟我们的不足 真的是像成龙说的 我们根本靠自己做不到 感谢主 靠着拿家天 给我们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所以我会跟孩子 配偶道歉 问他们 请他们为我祷告 妈妈快要发脾气了 那希望我们有 回应圣灵的感动 最起码知道自己发脾气 可以问孩子 请孩子为我们祷告 而不是把脾气发出去 我们是很软弱 我们很不足 可是感谢主 圣灵要帮助我们 神也给我们的 他所爱的子民 就是爱神也爱我们的人 可以帮助我们 所以有了这样一个对比 我觉得真的是给我们更大的激励 往正确的以终为实 而不会觉得后悔 谢谢 我看到这个 我那个蒋明老师讲的时候 我已经心里默念成龙这句话了 怎么做得到呀 后来发现 原来蒋明老师也知道 这是别人做不到的 因为我是很感恩 在我的生命当中 有以令老师和蒋明老师 我不知道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看到这个 然后再不断地操练 现在你们已经成为 左边这边的人了 至少让我们看到这个盼望 这不是不可能的 这可能 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因为如果大家一直来参加 我们的亲情领袖主日学 其实我觉得在我们这里 可能你能学习到很多的知识 但不仅于此 那蒋明老师 以令老师的生命其实都很多 我自己在这个 这个过程当中 我都很受益 我是想 就是说我们可能知道 一些对的事情 可是身边有一些对的人 也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都是互相影响 你跟积极的人在一起 就会变得更加积极 怎么样能够就是说 我在想解决方案 刚才一令老师已经讲了 讲了那么多 可能祷告啊 靠着圣灵啊 那我自己呢 也还是觉得 就是说 常常跟一些积极的 属灵生命成熟的人在一起 这对我们来说也是有帮助 特别是刚刚信主的 弟兄姐妹 刚刚就是 真的是很想要做得很好 可是很难 那我想这个好的属灵的朋友 成熟的属灵的朋友 一起祷告啊 一起团契啊 你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其实你就不知不觉的 跟他们学习 那当然你自己也可以去操练 那个就是真的是 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来决定 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这个真的没有办法 这个很多时候 就是说我们呈现出来 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有时候真的就是 我们属灵的一个状况 非常的真实 这个好像也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逃避 我们自己也知道 所以我想就是 就是一个是跟神的关系 一个是跟人的关系了 就是这样子 说起来都很简单 但是真的在生活当中 把它活出来 我觉得还是先要从灵里面 有一个认知 然后理念上 然后才是行为上 不然的话 就是真的很难 不过呢 我也曾经一开始的时候 我跟大家暴露一个秘密 我最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很渴望成为那个 非常的fine 非常的那个nice的人 就是非常和蔼可亲 可是呢 我偏偏呢 就不是那样的人 大概十几年 二十年前 十几年前 我的朋友说 你的眼睛看别人一眼 就好像一把刀 扎在别人身上 你的话一说出去 那就是真的 又是一把刀刺过去啊 就是我是个非常犀利的人 看事情看什么 我看得很准 但是刀刀见血的那种 那后来我慢慢的 就开始学习 我觉得这样实在是太不好了 那时候觉得很好 觉得你看 但是后来慢慢的 不断的学习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自己 最学到的最大的功课 对于我来说 就是跟一群属灵成熟的人 在一起 我跟着他们走 就是这个 对我来说非常有效 我很鼓励弟兄姐妹们 我想今天听到 谁不想成为 左边那样的人呢 肯定都想 那对我来说 因为我是个 比较人际关系型的人 我跟人在一起 他们就给我 很大的影响 那当然 如果我们跟这些 属灵的人在一起 他们属灵的生命 也会影响我们 属灵的生命 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们 就是说 如果你想在家里 喂养你的孩子 你先要找到 那个能喂养你的人 还要学那个教会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课程 那我想 我再给一点 就是我自己的 这个 这个解决方案 现在都都 都好 变了很多了 就是慢慢来 一点一点需要时间 不过第一次创造很重要 在头脑当中 创造这个形象 是非常重要 这个慢慢就走过去了 蒋明老师会继续讲 告诉我们走 应该是这样 后面 对 对